根据媒体报道,中国已经正式提名电影《狼图腾》,代表中国角逐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法国导演《让雅克·阿诺》。 他的电影《熊的故事》和讲述失散的柬埔寨小老虎的虎兄虎弟让他多次得奖。 在电影《狼图腾》当中,阿诺通过镜头带观众认识蒙古狼。 毛泽东在1967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。 这两个知青的在你这儿待上两年,他们呢,许多城市学生被迫下乡教育农村人口,来自北京的城镇被分到了遥远的内蒙古。 他从没想到自己会爱上蒙古的草原、牧民和他们最大的敌人,蒙古狼。 蒙古狼是一种聪明的掠食动物,对牛羊来说是知名威胁,但在生态系统里,它们有不可或缺的地位。 这部电影改编自中国畅销自传小说《狼图腾》,由法国导演《让雅克·阿诺》指导。 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,是它叙述了平衡的重要性,这连接了所有的人。 阿诺在这本书问世近60年后,应中国政府邀约,将小说改编为电影,传递其中的环保信息。 我从没听说过有人对环境保护的反应如此激烈,他们会说,我们必须采取行动,不然我们都会死去。 你这是,这是我养的。那狼圈要听到声音的话,肯定会来闹的。 这部片以陈镇对他救了多次的幼狼的爱为中心,陈镇必须面对愤怒的村民,因为他们不希望邻里之间有狼。 地方当局为了土地开发,也致力于清除这些掠食动物。 阿诺的电影揭露了狼群的绝种,会对蒙古草原带来致命的影响。 如果没有狼,我们会有过量的土拨鼠和老鼠,羊群也不再有草地,狼是生态系统的基本条件。 阿诺聘请了知名巡兽师安德鲁·辛普森参与拍摄,两人花了四年时间, 在中国养育集训练了三代的蒙古狼在镜头前跳、跑和演出。 他们是我合作过的最聪明的动物之一,他们智商很高,最重要的是狼总是凭着本能型的。 训练动物并不是唯一的挑战,电影里惊心动魄的场景得来不易, 阿诺和他的团队常得在极端的气候下拍摄。 我要他们在龙东时节,在中国北方的荒满之地,扛着大风扇造风, 在高海拔的山坡上,摄氏零下40度,他们依旧唱着歌。 虽然面对一些挑战,狼图腾的票房表现超出期望, 中国一度将阿诺视为敌手,封杀了他备受争议的电影《西藏七年》, 但是现在却正式提名狼图腾代表中国, 角逐201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